当你拥有一间新房子的时候 应该都会很认真地和家人讨论设计 从事设计工作二十多年 我真的能够感受到每个屋主对新家的渴望 从风格建材到实用机能 都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当然设计师也很希望能够协助屋主完成梦想 我觉得最困难的往往是双向的沟通是否准确 既然沟通很重要 我们希望屋主在讨论设计之前 来一趟真实的空间体验 想要拥有一个实用与美感兼具的新家 在装修前可以从四大重点去思考 设计师最重要的专业就是格局的调整 所以在动性规划上 可以多参考设计师的建议 毕竟每个房子的格局都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大家共同的期望 就是怎么样让空间看起来更大 例如天花板 只是我们可以尽量维持原有的高度 避免掉过多的装饰 这样子就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更大 像主要的墙壁 我们也可以利用相同的材质 做四线的原生 这些都是很好的放大效果 建材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屋主 都会产生选择障碍的地方 因为建材实在太多了 如果没有使用过的经验 往往让人家很难做选择 那设计师可以提供他们以往的经验 给新手屋主一些建议 好 好 收納也是非常需要客製化的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物品都不尽相同 从收纳习惯规划柜子 才能够真的建立起收纳逻辑 让收纳不再次重复的整理 收纳不见得是越多柜子越好 重要的还是了解你物品的尺寸 使用的频率 才可以建立方便的收纳逻辑 像大型物品的收纳 可能更适合是利用储物室或者是生抽屉 像厨房杂物非常的多 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抽屉来做分类收纳 找到适合自己的收纳方式 家就会越来越好整理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屋主开始重视生活美学 但是在挑选家具配件的时候 往往觉得不知道从何下手 面对淋漓满目的家具 饰品 真的不知道如何搭配 在体验宅中我们会跟屋主分享 从家电 软装到色彩 整个一个搭配的原则 怎么创造出自我的风格 让软装变成是家里一个主角 一辈子就梦想着一个家 但是要在短短的装修期间 建立默契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很鼓励屋主 平常就可以多关注自身的居家需求 收纳习惯 和设计师共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家 毕竟设计没有标准答案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